刘醫師他就是吃很少 那你的吃的內容是什麼 我要分就是說我禁食 我不吃的時候 禁食這個定義 一定要講很清楚 叫做零卡 所以我不吃的時候 不代表我不喝 可是我喝的東西 一定是沒有熱量 所以其中一件東西 我很建議的 就是到處垂手可得 就是黑咖啡 黑咖啡一定要喝 而且沒有過量的問題 只要晚上睡得著 喝100杯都是真健康的 因為它是一個營養 咖啡因性的非常 你有在健康咖啡嗎 這樣有些字路 不要說這個 但是咖啡因 我把它稱為一個很好的營養素 那我甚至有在幫棒球選手 在做營養的規劃 你知道我叫他怎麼做 我叫他比賽之前 零卡沒有熱量進來 但是喝一大杯喝黑咖啡 結果是打棒球不是靠蠻力 是靠選球 結果咖啡讓他選球精準 打擊率大大提升 專注 所以他逆向做這種規劃 反而奏效 反而奇招奏效 但是他的教練 他的隊友完全不懂 為什麼可以這樣 還可以提高 結果咖啡因其實有一個 很少人知道的療效 就是他讓肌肉的爆發力 還可以提升 所以肌肉的爆發力 其實不來自葡萄糖 不來自能量 不來自熱量 咖啡因吃一個很好 那他沒有熱量進來 所以熱量減少 營養提高 慢性病遠離 表現加分 這個我補充一下 如果你有去看棒球比賽 像美國現在職棒大聯盟在比賽 對不對 他如果有慢動作 你仔細看他用腰牛過來的時候 他其實是延遲揮肝 他等到球進來 特別是他用左邊的眼睛盯住球 左邊喔 不是雙眼喔 因為我有左邊盯住球的時候 你的肝子才會伸得夠遠 如果你是用右邊 就不會伸得夠遠 對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眼睛 手 身體 腰 全部協調的動作 它是非常複雜的 所以它完全不是靠所謂的蠻力 完全不是靠那一些 所謂我有多大的周重 可是要講說盯住球這件事情 是極端難 因為我們通常會 打到球的時候眼睛閉起來 要不然就會想看球 看打到多遠 所以你就打不遠 因為王貞治為了成為 那麼好的打擊手 他就做日本的新幹線 然後用左眼盯 電線看 你去盯盯看 這是不容易的操議 那我打網球 以後也要盯網球 其實網球也是盯住球 對 我們來看 要練習 有沒有道理 對 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是說賺助力 我會在我一個禮拜 我做兩次的48小時的間歇式進食 的最後 我還會去跟我的粉絲 我的會員來跑步 跑10公里 你吃那麼少還能跑10公里 而且進食48小時 五頓飯沒有吃 最後我去跑10公里 靠的全部都是咖啡 兩天沒吃 兩天沒吃 跑10公里 跑10公里 而且我還跑最快 沒有人跑贏我 所以這叫做 我稱為 這叫做逆轉代謝本身 就是我52歲了 但是我現在比我25歲的代謝 還要好 體力還要好 精神還要好 但是我吃得最少 那你當時為什麼會變105公斤 我當時我的觀念錯了 我以為多吃多運動 一樣不會胖 所以我要回去跟我太太說 我錯了 我錯了 那我就修正 因為吃是在減重量的控制裡面佔八成 所以後來我就知道 沒有調控飲食 再多怎麼多運動也沒有用 那我痛定是痛 我認錯之後 我開始擬定我這個計畫 一年之內就收了35公斤 然後現在維持 你是靠自己這樣 飲食控制35公斤 對 我是從 我當然 我當時就循序 就是18餐 15餐 14餐 這樣一直減下來 對 這樣花多久的時間 一年 有兩階段 半年我收了25公斤 然後 後來停滯了一兩個月 後來沒有改變 繼續做 再收食控制 那太太有照你這樣做嗎 太太完全沒有在理我 不相信你嗎 沒有 因為我做這件事情 是一般人 甚至家人 他們是沒有 瘋狂 他們沒有辦法參與的 但是到現在 其實你的環境你要做好 因為我不吃的時候 我不進餐廳 不進廚房 那家人知道 他也不會叫我出來吃 也不會準備我的飲食 那我自己 如果要吃我會出來 但是這些事情 你要讓周邊的人都清楚 都知道 那至於社交 我就幾乎變成 已經沒有朋友的人 因為我沒有辦法 去參加社交 但是你鼓勵喝紅酒 是 你也可以帶一杯黑咖啡 去跟他們聊天 最好加一條龍蝦 這個我就會去 但是我如果去吃一餐 我會從我原來七餐 應該吃的扣掉 低調 了解 對 但是做太多這樣的調整 有的時候你也 自己也調適不過 那肉呢 你鼓勵大家吃什麼肉 這個就是重點 我 因為在網上 有一點名氣 所以很多人來諮詢我 包括出家人 我還是面對他的臉說 你要吃牛肉 是出家人 好 這不是說我不尊重人家的信仰 而是我認為 我是小時候阿根廷長大的 所以阿根廷是世界 吃牛肉最多的國家 一個人一年吃100公斤 那個叫什麼 曼巴草原是嗎 彭巴草原 彭巴草原 那它是地表 能夠耕種序幕的最大的草原 那這個草原大概是台灣的 40到50倍大 那養的全部都是牛 那牛肉呢 我是認為 它不是只有蛋白質 它是一塊 就是說 食物比食物的話 任何一個同樣體積的食物 來比牛肉的話 這個食物永遠最多只是銀牌 金牌永遠是牛肉 永遠是牛肉 我們講食物不是食品 如果一塊 我認為上帝給你的一塊 很天然的食物的食材 沒有東西可以比過牛肉 沒有東西可以比過牛肉 牛油好嗎 牛油非常好 我如果吃早餐的時候 我會用牛油煎蛋 這是生酮飲食的概念 生酮飲食也只有牛油 所以如果吃牛肉 它有一些是很油的 我都會把它切掉 最好不要切 不要切 最好不要切 那個是好的嗎 好的 生酮飲食是叫你脂肪的比例 大大提高 那澱粉的比例降低 但是生酮飲食注意聽 沒有提到蔬菜 所以這些飲食的教科書 的修改的幅度 可能要很大很大 到一般人沒有辦法接受 食物鏈 食物的金字塔 那個我是因為演講 才背起來的 五份骨類 四份蔬果 三份乳製品 兩份肉類 一份脂肪 現在要倒過來吃 才是健康的 倒過來 那你有沒有什麼東西不吃 我其實沒有什麼東西不吃 就是說我 其實我上節目 我比較想講的是 不吃這件議題 但是我不吃 不吃就已經達到健康的 已經快要到頂了 但是那個井上天花 如果要問我吃什麼 其實我百無禁忌 我是完全自由的 完全想吃什麼吃什麼 可是我如果吃的時候 我還是會比較靠近 生酮飲食的吃法 對 可是我覺得他最酷的是 你連你爸爸 你都要教他這樣吃 我都逆轉他的糖尿病 就是說逆轉 他本來就是 吃太多吃三餐 爸爸有糖尿病 對 爸爸有糖尿病 然後血糖失控 住美國吃東西 熱量又很高 回來台灣 我怎麼給他逆轉 我演講的時候就是說 你如果要你的父母親健康 你要給他苦毒 就是說都不要讓他吃 你不吃 叫他不要吃 然後到後來 我就是用這個方法 本來飯前血糖300多 然後飯後甚至飆到500 他都覺得自己很正常 如果我看醫院檢查這個數字 我說我這個逆轉 慢性病的鋼鐵醫治面子掛不住 所以我就開始給他進食 然後給他做生糖 一天我讓他的血糖降到100多 不吃剛才把血糖降很多 對啊 正確答案 沒有比不吃降血糖更有效的方法 他不會含餓嗎 會啊 會餓喔 他甚至餓到後來 因為他又吃藥血糖降得太低 在發抖 所以在發抖的時候 其實絕對不應該補糖 這件事情是錯的 我們通常都會帶一塊餅乾 因為你補糖 血糖又升肝 你又要吃藥 然後胰島素就完蛋了 我叫他含一顆 吃一顆乳蛋 乳蛋吃完 不冒汗了 血糖也沒有升高 所以逆轉慢性病 因為乳蛋沒有糖分 沒有 他沒有 他有一些脂肪 然後一些蛋白 所以他幾乎沒有什麼糖分 所以他不會讓 那為什麼補個讓他吃兩顆 那一顆就不冒汗了 那就一顆就好啦 兩顆就太薄了 你的原理是要靠動 所以不要吃太多 原理一定要減吃 一定要減少吃 最好不吃 最好不吃 但是你不得已太餓了 吃一點點 我的原則是這樣 可以不吃盡量就不吃 其實我覺得劉醫師講得很好 因為我常常就覺得說 我沒有飢餓感 因為我太太早上都會幫我 準備很豐盛 我就覺得中午我就不吃了 沒有飢餓感 可是看到便當來 有時候那個炸雞排 忍不住 就忍不住 那是幸福感的來源 可是台灣就是這個很危險 最好賣的都是最不健康 珍珠奶茶炸雞 這種東西 對對對 好吃的都沒有健康 好